1996-97赛季,包括绿军马刺在内的很多球队,突然一反常态,选择疯狂输球摆烂 球迷甚至会在球队输球时鼓掌欢呼,让他们如此魔忠的,是一位即将要参加NBA选秀的年轻球员,第五邓肯 今天的球形故事,我就带大家回顾下,新秀邓肯当年掀起的摆烂风潮有多么的疯狂 邓肯之所以会引得众多球队为他疯狂摆烂,实在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在他大三那年,美国难兰为了备战1996年奥运会,找来了一些年轻的大学球员和他们打人生赛 而邓肯正好身处其中,当时的美国难兰内线有着奥尼尔、奥拉朱旺、大卫罗宾逊等一众超级球星 面对他们,邓肯的表现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罗宾逊日后回忆说,邓肯当时在我、奥拉朱旺和奥尼尔的头上拿了22分 说真的,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防守还不错,但那天的比赛我真的阻挡不了他的进攻 他的表现太棒了,我当时都有点紧张了 但他在场上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好像只是做了很简单的事情一样 而当时罗密逊还不知道的是,和其他从小就开始打球的天才球员不同 邓肯是13岁时才正式开始篮球训练的 出生在维京群岛的邓肯,最开始试炼游泳的 但他13岁那年,一场飓风摧毁了岛上唯一的游泳池 而邓肯因为害怕鲨鱼,不愿意跟其他队员一起下海训练 最终无奈放弃了游泳运动 在家人的鼓励下,邓肯开始练习篮球 比同龄人更高的个头以及更大的手掌 让他很快就掌握了篮球技术,且快速在当地打出了名气 升入高中后,邓肯逐渐从一个篮球初学者成长为校队的核心 不过这时,邓肯的名气还仅限于家乡小岛之上 但1992年的一天改变了邓肯的生涯 NBA球员莫宁等人来到岛上出价 并且和邓肯的球队打了友谊赛 结果16岁的邓肯在比赛中和莫宁打得有来有回 这件事一下子让邓肯成为了名人 很多篮球名校因此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并愿意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 最终,邓肯被维克森林大学教练戴夫奥多姆说服 选择加盟该校 1993年,17岁的邓肯进入维克森林大学心理学专业就读 并登上了NCAA的舞台 经过机场比赛的适应 他很快就成为了美国大学篮球界的明星 大二时,他就已经带领维克森林大学校队 打出了校史最佳战绩 此时邓肯的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 已经完全可以去NBA打拼了 技术全面,头脑冷静 几乎能在三分线内的任何一个位置将球放进篮框 这就是大学时邓肯给人的印象 国人民宿杰里韦斯特在看过邓肯的比赛之后 直接表示 这个孩子如果现在就去参加NBA选秀 那他一定是今年的状元 不过邓肯曾经答应过母亲 无论如何都要读完大学拿到学位 因此他选择完成四年大学学业 再进入NBA 随后两年邓肯继续留在大学摸连技术 他的实力也在不断上涨 大学篮谈已经几乎没人可以阻挡他了 对手往往对他采用三人包夹的战术 邓肯在防守端同样出色 连续两年拿到NCAA最佳防守球员 没有过早进入NBA 让邓肯可以专心强化基础基础 而这也让他有了一个加一呼小的绰号 大基本功 1997年邓肯大学毕业将登陆NBA打球 为了能够戳中赚一千 得到这位天才球员 数值球队开始了明目张胆的百万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灰熊 76人 塞尔提克和马茨 其中灰熊倒不是真心想要百万 只是球队的实力确实不够强 他们在1995年才加入NBA 首个赛季只拿到了15场比赛 排名联盟倒数第一 实力本来就差的灰熊 自然对邓肯球衔若可 于是他们输起球来毫无负担 因为也很难有人指的他们是故意的 于是在这种半针半脚的情况下 灰熊只拿到14胜 排名联盟倒数第一 而76人队在去年刚刚用庄业签选下了F3 新赛季开打之后 球队管理层出了问题 导致内控频发 在这种情况下 76人便名正言顺的直接百万 如果再拿到庄业签 就能凑齐F3加邓肯的超级组合 最终76人以22胜的成绩结束赛季征程 但却只能排名倒数第五 塞尔提克则是早早就开始了百万计划 当时的绿军总经理奥尔巴赫 一眼就看中了邓肯 并指示球队一定要拼命输球 争取更大几率拿到状元签 于是当赛季便出现了这样的奇妙景观 当绿军在主场输掉比赛时 现场的球迷不仅不会责怪 反而会爆发出欢呼以及掌声 因为球迷也清楚 球队多输一场 就意味着他们得到邓肯的概率又大了一些 于是在球迷的欢呼声中 绿军以15胜的成绩结束了例行赛 这也创下了队史最差战绩 而奥尔巴赫还从小牛等球队交易来手轮签 以此让自己抽到状元签的概率更大一些 相比于上名三支球队 马次的摆来操作现在看来更加离谱 上赛季他们还拿下了队史最佳的59胜 排名联盟第四位 转为期签下了强用威尔金斯 看上去新赛季是奔成冠军去的 而且当时马次队内也有大位罗明逊 交给超级内线了 貌似对邓肯的需求不是那么高 没想到赛季刚开打 罗明逊就遭遇了被伤 另一主力埃利奥特也有伤戴身 马次开局仅取得了8胜15数 媒体估计罗明逊要缺席2到4周的时间 但当时还是总经理的波波维奇 却让罗明逊休息了足足两个月 等到罗明逊复出之后 打了没机场 马次又宣布波波维奇 而且是赛季报效 波波维奇还怕主帅鲍波维奇 把控不好输球的尺度 索性解雇对方自己来指教 随后 马次的另外几名主力也在波波维奇的授意下 宣布殷伤赛季报销 缺少了主力的马次 也开始了名目张胆的摆烂 最终只拿到了20场胜利 排名联盟倒数第四 在乐透抽签上 倒数第一的灰熊只拿到4号签 绿军拿到炭花 76人拿到王爷 马次如愿摘得壮眼签 于是在随后的选秀大会上 马次毫不犹豫地选中邓肯 这次选秀直接影响了联盟近20年后的格局 也成为了马次王朝的开端 而绿军虽然没能选到邓肯 但奥尔巴赫依然不死心 他在选举结束后 就向马次提出了交易申请 愿意拿安托万沃克 比鲁普斯和第六顺位选中的罗文莫瑟 来跟马次交换邓肯 然而马次也不是傻子 他们一口回绝了这笔交易 因为没有得到邓肯 奥尔巴赫一气之下 直接辞去了绿军总经理的职位 马次的球探报告曾这样评价邓肯 我们不需要去教他做什么了 他是一个完成品 是我见过最好的新秀 一定会成为联盟超级巨星 甚至是历史级别的统治级球星 邓肯果然没有辜负马次对他的期望 刚踏入NBA赛场的他 就成为了马次的绝对核心和领袖 据马次队员蒙威廉姆斯凑路 当时马次训练时 都需要关闭训练馆的窗户 因为邓肯每天都把罗宾逊给打爆 而罗宾逊也没有记仇 反而非常大度的给新秀邓肯打起了下手 主动减少出手次数 邓肯仿佛一位已经打了几个赛季的成数球员一般 表现得非常老练 他在新秀赛季就拿出了让全联盟震惊的表现 他打满了82场比赛 场均交出21分11.9篮板 2.5盖帽的豪华数据 毫无悬念的获得最佳新秀 此外还入选了最佳阵容一阵 最佳防守二阵和全明星 并入选MV区榜单前五 在新秀赛季就取得这样出色的成绩 放眼整个NV历史也是屈指可数的 像詹姆斯和乔丹 都没能做到在新秀赛季就入选最佳一阵 若不是在西部半决赛中 邓肯扭上脚踝无法出战 他的新秀赛季成绩还会更好 第二个赛季邓肯的表现更加沉稳 场均拿下21.7分 11.4篮板 2.5四盖帽 三项数据均位列联盟前十 并且入选了最佳阵容和最佳防守阵容的双一阵 西游赛邓肯的发挥更加出色 在临马四一路杀军军赛 在盛牙的第一场军军赛中 邓肯就开下了33分16篮板的恐怖数据 五场军赛 邓肯场均拿到27.4分 14篮板和2.2盖毛 毫无悬念地摘下了Final MVP 仅仅是职业生涯的第二年 他就已经达成了许多球星 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成就 在不少媒体看来 邓肯就是NBA有史以来最好的舰队基石球员 他在马四的19年时间里 带队拿到了做总冠军 他本人拿到两次MVP 三次Final MVP 十次入选一阵 八次入选一访 是毫无疑问的历史最强大前方 我相信世界上如果有后悔药 今天的邓肯绝对会让1997年的NBA 出现更多的百烂球队 用一年的失败去换取20年的成功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值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球星故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